我们的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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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Champion of Mirror 好,来到今个星期 我们的世界杯星期二版 没错 我们的世界杯星期二版 和大家一起研究 看之前的两天 我们研究一下的种的真心推介 研究的种 即是每日贴士 事日精选 好像茶餐厅的事日精选 味道都好吃 所以的种的事日精选 是一定要留意的 好,池山 因为裙拉腹脱的关系 刚刚才来到 台务就我来了 台务有三质 第一质 就是新一集的点子冰冰 就是上载了 因为RAC先的伺服器 依然未成功 依然的点子冰冰 都会透过在Facebook 有个连续 请大家按进去 就可以听到点子冰冰 所以大家留意 点子冰冰好像没有开 整个几月了 一个几月 希望各位留意点子冰冰 因为EV、常卫、坏人等等 都很久没有开过咪 所以一开咪 好像猛虎出集 内容一定是非常精彩 尤其是喜欢阿仙奴的朋友 一定要听着点子冰冰 刚刚星期日才拍摄 他们做《我们的世界杯》 拍摄了之后再拍摄 晚夫出集 所以要留意点子冰冰 接着另外就是 7月1日 即是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到7月时候 我们在北海中心外面 就会有RAC先的街站 星期日 星期日 不好意思 星期日是假期 星期一是假期 我惯着假期 7月1日是星期日 不好意思 因为7月1日 大家都知道 每年大约三点钟 都会有游行的关系 游行我们会在北海中心 外面就会有我们RAC先的街站 如果各位朋友想见一下我们 都可以来看看 来到这个闭台 看看主持 看看我们有多闭 这个不是的 再加上如果大家都可以乐意 就可以捐多少 因为我们的器材等等 以及我们的网页 都需要一些资源去进行更新和维修 所以不要说这么伟大 维护什么言论自由 但我们都希望各位的听众 尤其是喜欢我们RAC先的听众 都来到多多支持 希望各位到时7月1日会见到大家 另外 这件事是818 就是RAC先的六周年网聚 地点就是在黄室堡 和罗湾黄室堡 迎起大酒楼 8月18日晚上 就会有一个网聚 因为我们都很久没有搞一个大型的网聚 所以费用都比较 都是要找你分担的 放心 大家留意 REC先的会员 ROF的会员 就是Rigual Finance的会员 以及杰斯频道的会员 就350元一位 非会员就500元港币一位 各位想参加网聚的朋友 就请电邮 去到recaxin.com.hk 报名参加网聚 各位留意 因为肉面向遇 座位也不多 所以要报名 就一定要快手 否则又少了个 大家聚集 网友和我们recaxin的主持人 一起聚集 一起开开心心地 共聚一晚 享受美食以及谈谈的大好机会 所以各位 一定各位的会员 或者非会员 如果有兴趣的 都希望你们尽快报名 台务三执 今晚台务说过了 因为要加快速度 我们很多球 原来我们是完结的 我们是要说完分组赛的 我们去到尾 所以要快些 要快些 先讲礼拜日 我们顺着时序 礼拜日的晚上 就是8点钟 8点钟那一场 很好收视 英格兰 对巴拿马 那场第一 巴拿马大家都很熟 跟他总统都有交情 那个是陈金城 没有交情 是的 我和巴拿马总统没有交情 是吧 无论如何都好 这场球是英格兰 很轻松 六个一皮 就赢了巴拿马 英格兰阵容 这场球是打个3-1-4-2 史东斯马古尔 趴上获加 继续打中监 防中位 Henderson 右翼卫 是Chippia 迪比亚 左边是阳格 中场是联加特 Lobster's Cheek 这场出了 达里亚好像有点伤 不舒服 这场就没出了 不关键 够照 够用了 前面Stirling加上King 即是说 这个阵容里面是换了 Lobster's Cheek 就换了阿里 这场球 上半场就已经做了 多少个 4个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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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这场球 入了1 2 3 3 史东斯 2 连加特 又1 夹夹 6个一皮 马总统很开心 他拿到零的突破 是的 巴雷78分钟的入球 石踏到世界盃的零的突破 很重要的 巴雷我记得那天看龐述 他年纪比较大 也是巴南亚阵中 比较有名气的球员 是的 我们不要歧视老人家 我们发现很多足球节目 很不经意歧视老人家 又说人们老 不是的 世界盃那些东西 可能老的 用得不多 有经验 可以压阵 有好的表现 所以我们不要歧视老人家 巴雷 他为巴雷马入了世界盃决赛州的第一个入球 第一个入球 是的 会不会陆续有来 不知道 这场帮我不用多说了 巴雷马始终是 实力的距离太远了 所以英格兰的演出是不能够作准的 因为巴雷马的后防实在是太过 经验没什么 实力又较弱 实力基本上就是弱一致 一带一致 因为他们在禁区的无手无脚的情况 都颇为严重 有球一下子推低了对手 然后还要偷却 那些肆无忌惮 还有他们的位置感 企位 经常走到对手 这些都是分野 竟然和能力 而且始终的意识 都是未能的 无论如何 6比1 恭喜巴雷马拿到他们的世界盃决赛州的第一个入球 怎样都比某些大国好 好 接着就说其他了 我们快手快脚了 星期一的 接着买星期日 还有一场很精彩的 日本队赛内加尔 2比2 2比2 没错 穿到永治 接着就应该是吉田玛也 中间拍这个 真的要找回 梭子 梭子 这是英文来的 我也是英文 好的 左杂是长野右刀 右杂是酒井浑雪 中间是柴奇岳 7号 另外17号是长谷暴城 左边是乾桂士 中间是香川针斯 右边是玄口玄气 最前面是大碧勇也 大家记得上一场是顶入过头锤 我真的想不到3号是什么名字 中间 麻烦 先查一查 我说说赛内加尔镇荣 赛内加尔 浪门 安大尔 后方 右杂是华基 左杂是沙巴利 中间是沙尼 帕古利巴利 中场 13号 安大尔 右边是沙亚 中间是尼大尔 古亚尔 沙道文尼 前面是尼安 这场波正如池山说 双方都势均力敌 其实如果看回整场波的进程来说 基本上赛内加尔就占了比较多的射门 找到了 昌指缘 昌指缘 打6到6角 昌指缘 所以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看这个阵容是英文的 英文真的糟糕了 幸好我有点小小记忆 10分钟 1比0 沙亚在右边 一个对着两个 被禁区右边的尼安 再回传到右边 今场波打得不错的华基 这个是尤澤 全中去到远柱 圆口圆气 远柱 在远柱中的波就滑了后面 在禁区左边 十多码的沙比利 射过中腰波 怎料龙门川岛永治 用手锤 把波打出来 怎料门前 一打打出来 门前沙道文尼 但是那个是半腰波 第一个 他要向正 迎着波的方向打出来 这是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 哪有可能选择用手锤 这个我都很不明白 这个波 其实基本上 以他的手法和距离 真是折都可以 应该要折的 应该要抱着波 正路你见到 那些龙门会抱着波 对 只要折都可以 即是抱着手 一下子就拉着波 不用了 橫身一撲就已经完成了 哪有理由 用到手锤 他是半季 那一刻就不知 用手锤去折走波 但是那个位置就一折折下去 有继续的沙拉道 那当然是有继续的沙道文尼 沙道文尼 沙道文尼 第一 是前锋的本能 埋到他的龙门口 埋到龙门口 埋到龙门口 谁知道 断情也想不到川島永治 这么创新 用这些方法 去接中央波 那波又不是很有力 那波没有力 那才是神奇 所以川島永治 我已经说过了 这个龙门 真是长长派一球交 那怎么办 他的质素 真的差一折 差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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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必须要说 这个圆口圆气 这个波 说真的 正路应该顶出底线 因为你顶出底线 你起码 肯定那波 是解围 可以重整防守的阵子 没错 你线后 你又看不到后面有没有人 你线后 看不到后面有没有人 结果就被人拿了 还在危险区域 被他射到门 所以这个波 其实是输了两个人的 圆口圆气和川岛永治 一半 各背一半 所以这波后防 都相当大 但是你也要赚一赚 你看到那个身高 体型的优势 很明显在蔡嘉义那边 是的 部份球员 他的动力 他的灵活 拼搏 他的斗志 是否能彌補到身体质素上的差距 体质上的差距 其实两队这场球 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老实说 两边的球员都有各自出色的表现 我觉得这场球打和是相当合理的 一比一球球33分钟 柴奇岳 中线长拳 被左边十多码 长野又刀 那波就控制了 但是他黏下来的刀很厉害 但是他肯追 肯追回那波 就顺势打橫过了两个守卫 那波后上的乾桂士 就拿到那波 左腹位十多码 一射射远处死角 就完成了 都要赚两位球员 没有欠缺 另外 乾桂士那一刻 左脚左脚 拿到右脚才在堂 那位置就不能够了 不能够了 这波四角 多球 三个都好 三个都是 一个长泉 长泉 长泉 都肯去压入禁区 虽然空脱了球 肯去压入禁区 其实如果大家看慢镜 刚刚那个阵势就是 蔡麗加尔很压迫日本进攻的小组 但是突然之间 你看到卓雁又都在左边的阵区 偷了上来之后不停举手 就要队友加准 他就能够控制 他当然 那波是很长远很高的 他控离身大约三四个身位 他肯追 追回 他就比其他对手快 这些就是灵活和速度 顺势 再加上压入禁区 都是那句 你个人在禁区 对面不敢勾你 再加上 现在有VAR 今届是准备很多的 也是那句话 有VAR 有些真实犯规和假犯规 大家看到什么事 你起码要得到第二次 list 或者可以看到眼睛 可以看到眼睛很重要的 後來到了下半場 本身之前有球中柱 吉田麻也在後場 大腳踢上去 大迫用也在禁區左邊 拿到球 背身加上兩個手衛力壓著他之下 一個後抽被入蝕的乾貴士推到左腹位 一射過去 還未 這球就非常可惜 這球一搓搓看著他應該要入 這個乾貴士繼續在左邊 相當之厲害 很期待他在西甲 貝迪斯 究竟明年打成怎樣 希望有機會上陣 看看怎樣 乾貴士一定有的 我相信有 去到七十分鐘了 2比1 左邊是Shadowman 出入禁區 給了沙巴尼 沙巴尼在大約10馬多個位置 轉身過了一個日本所謂 推下去底線 然後被前處尼安柳國去到遠處 陸馬華基 後上一射 就入網了 第一件事就是沙巴尼 一個斯丹轉身過了柴奇岳 第二 又是沙巴尼 勤力走進去 有一個左腹位 即時空位走進去 結果造成了這個入球 那時候我記得 乾貴士已經在錦區頂 已經看見華基衝進去 他也追下去了 但最後還是追不到 沒有解 這場波華基在右邊其實威脅很大 尤其是上半場開頭 那時候 蔡樂加伊右邊的攻勢 沙亞和華基兩個在右邊造成了很多次的落底線 其實這場野右刀也不是很搞得定 這兩條人 老實說 其實都是很靠整體去做防守 單對單其實不是太多甜頭 絕對 現在再加上一個華基 這麼狠想 又有速度 沙亞也都是 是麻煩一點的 不過都叫做日本隊 叫做將士用命之下 就在77分鐘追到2比2 當時就本田歸右 這個老爺爺的老爺 那都差不多了 對 代替了鄉村真師 另外江崎慎師 亦都入了Okazaki 入了這個原口元氣 沒錯 還有與左門角度之後才進 對 因為要加強攻勢 因為大壁勇也就 人夠高的 但是就普普通通 其實都還有一球是單刀射不入 很多球 這個大壁勇也其實都錯了幾多參試 即是打力再好要再提升 大壁勇也我覺得是挺普通的前鋒 很老實 2比2的球 這一球就是 蔡內加爾的龍門 叫做尼戴爾 這隊球有很多尼戴爾 是很嚴嚴的 將球踢到中線 中線沒有蔡內加爾的球員 給了日本的球員 拿到球員 然後向前給 去了二十多馬左右的江崎神師 然後給他二十多馬那邊的大壁勇也 大壁勇也就推到右扶位 他斬到禁區 江崎神師 還有一個防守球員 我不知道是誰 就是蔡內加爾的防守球員 加上龍門 這個尼戴爾出來 就撞了一堆 防守球員 最後一球線後左 這個沙利夫沙利 最後一球線後左 去到遠處 遠處左腹位 有個球員 乾貴士 就在左腹位 底線傳中 用地球 去到陸馬 結果本田歸 沒有人看 一射就搞定 球員衝過來 就掃進去 這個球員的龍門 真是頑皮 真是頑皮 極端 這個球員根本前面 已經有個守衛 他都不知道出來做什麼 都不知道出來做什麼 然後再繞一圈 自己起身也繞一圈 想拿乾貴士 底線地球 他就想橫身 突然撲下球 誰知又撲不到 因為江其慎師 又搞了他 江其慎師 那位就起身 大家搶一搶位 結果兩個都拿不到 總之一句都說完 這球球賽路加爾龍門 離達也相當狹狹 結果這場球是2比2 壓手而和 壓手而和 賽果非常合理 兩隊球其實都很接近 稍稍如果你講個人質素 經驗 賽路加爾會稍稍高一些 但是我對賽路加爾 就有少少的失望 我覺得他踢到下半場 是有少少輕敵的 他那個進取的程度 是沒有之前那麼嚴謹的 他好像覺得 你是感覺到球員的態度 是有些轉變 踢場球對著日本隊 日本隊就叫做 維持於坑走動等等 這場球是2比2 兩隊的前景 我覺得兩隊的前景都是一般的 就算出隊16強 日本隊第一 還有龍門 龍門都要送一球 龍門就不是那麼穩陣的 真的不是那麼穩陣的 後防也不算太穩陣 老實說 賽路加爾這隊球 明氣就有 但是夾出來好像 看對什麼對手 選球踢的 但是似乎中場的籃節力 比我想像中環差 譬如古亞爾 或者今場球後備的 古亞迪這些球員 如算應該打得英超 而且在英超愛華頓等等 就是古亞爾 起碼一些中上游的球隊都站穩陣 看到他的表現都很硬朗等等 但是似乎在這次賽事這場球裡 就見不到 見不到這件事 所以就有點失望 加上Shadow Main 叫做一般 叫做一可以 可以 就不太能帶到 賽路加爾這隊球 所以我覺得兩隊 就算去到16強 就 我看16強都差不多 看就怎樣 看就怎樣 好 這場球都講過 接著就是下一場 接著就是 星期日的尾場 波蘭對哥倫比亞 這場波哥倫比亞 很厲害 保持著 其實哪一隊輸了 哪一隊出局 基本上 可以講一下陣容 講一下陣容 波蘭陣容就是獅子斯利 龍門 中三個後防就是 帕斯頓 比拿力克 比拿力克 以及比斯石 比拿力克 是打英超修行隊的新仔 另外中場就是 哥利斯卡和基祖華克 然後一邊就是 比列蘇斯基 高拿斯基 高拿斯基 以及基祖華克 左邊就是 左翼衛就是 Ribus 列布斯 右邊就是 比列蘇斯基 前面就是 高拿斯基 另外就是 利雲多夫斯基 斯連斯基 這有幾多陌生的球員 例如說 高拿斯基 比列蘇斯基 那些 但有些米利克的 都沒有了 韋利克沒有出 巴石 高 夫斯基 沒有出 年多大了 那些 法比安斯基 全部後備 都是這些 哥倫比亞那邊就是 奧斯坦拿做龍門 一對中堅就是 耶利米拿和達文神山齊事 兩集 一邊就是 莫志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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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就是 阿里亞斯 中場是 阿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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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巴里奧斯 前面就是 古瓦達 坤迪路 坤迪路 夏米仔 加上法卡奧 這場球 首先第一 中場的阿古拉 很早就相出 被烏烈比 再代替 烏烈比 換日利又打得很好 整場球很簡單 開頭的波籃還頂多一點 但是越打 就越沒有了 哥倫比亞的速度 就完升這個波籃 你看他 哥倫比亞的運轉皮球 速度是相當快的 這場球 有幾個球員打得相當好 譬如說中場的坤迪路 他防身打世界盃 上屆他都有賺過 我記得上屆他和夏米都是一個很… 大家覺得很有潛質的 看到是一個很亮麗的身星 這場球我比較喜歡坤迪路 的表現多於夏米仔 他有幾個都很有創意的比波 還有他們哥倫比亞的比波 是很爽的 不是倒楣的 所以我挺喜歡這場球的表現 再加上古瓦達道 這場球的速度 發揮他的速度等等 走動相當高 其實前線 至少你發卡奧後面的三個都是快的 對 都是比波游得 爽快 有一個快的 有一個在前場 保持的話 發卡奧 有兩個比波籃手 一個是坤迪路 一個是阿哈米仔 就算你說後上莫哲卡 OK的 這場球在左邊做後上莫哲卡 又打得不錯 再加上波籃這手球員 我也說過了 最好的時間過了 最好的時間已經是 兩年前的歐洲國家杯 已經呈現了出來 還有說真的 這場球這手球員 其實 那個質素 就差一點 老實說 所以 造成了一個3比0的賽果 其實就相當之合理 39分鐘 右邊的短角球 古阿達到 再給他右腹位的坤迪路 然後 以為他會射過全世界 所以 有一個守衛 就引了一個守衛出來 誰知道 一比 再給他右腹位 就沒有人看的哈米仔 哈米仔 就傳中 然後 高波傳中 綠馬的耶利米娜 就投錘一撮 就完成了 這個球第一樣 短角球出來 就好像完全沒有人逼 這個球籃 這是第一樣 第二 到漁夢初醒 出來迫的時候 就鬆拋拋 結果就有很多空位 結果 正如剛才所說 我們全世界以為 這個坤迪路是射的 誰知道不是 全是 一次射 原來就給球 給到哈米仔 然後 原本中間的 什麼什麼 耶利米娜 就要引出來 怕這個哈米仔 射過去 結果 標了出來 結果中間 耶利米娜 沒有人看 結果耶利米娜 輕鬆投錘 結果就 一比零 到了下半場 波籃也有攻勢 利雲 杜夫斯基 有球 有單刀 有扶位 便知龍門 奧斯賓拿 就撞出來 利雲杜夫斯基 真是老實說 對些弱隊 就可以 不知道 是否 他在白人的供應 實在太好了 我從來不覺得這個球員很好 從來不覺得 但老實 怎麼說 他偶爾會有些 有些 有些 大蝦勢 他欺負小孩 他打散大場 對 對 最好那次 多蒙特對黃馬那次 對 大炒那次 現在有三十一 又是最好的時間 都可能過去了 這個球員已經沒有進步了 況且我從來覺得這個球員 真的 他比他最差的時候已經進步了 但是我們要從好方向看 大家四五年前見到那個利雲杜夫斯 嚇到你 大佬 不過這個球員 你不要離車仔 大哥 我真的不太喜歡這個球員 這些 完了世界盃先 不是 真的有傳 三四一 接著就 發球 2比0 2比0 古話達到 又是了 中線 然後 兩人緊纏之下 這個球員 是 後上 右邊 艾里亞斯 艾里亞斯 給他 右負位 三十多馬 又是昆達奴 一個 直線 給右負位 在法卡奧單刀 就是射入 搞定 法卡奧單刀 這個球員 這個球員 是最慘的 如果這個機高華克 看中間的後衛線 你不追 撞他 一盒西 那就什麼事都沒有 因為這是默契的問題 機高華克 哎 你要去西部浪 越打越沉 這樣也沒法指 2比0 最後 3比0 蝦米 在中場左邊 斜線 給中間 古話達到 丹刀 給得很漂亮 中線 一個 一湯 一湯湯下去 好像有西部 剃刀全球 剃刀全球 一比一 即平時斬球就高空 他是第二球 剃刀全球 剛剛古話達到 又發揮到的速度 單刀3比0 這場球很明顯 哥倫比較前場的球員 是完全發揮到 相當不錯的水平 他應有的水準 之前幾場水準發揮 之前幾場水準發揮 之前一場起碼發揮得不太好 那一場球打少過 對 那一場對日本 對 波瀾 結果兩場球都輸了 那就不用看了 那時候已經不用看了 波瀾這對球看來 他要時間去換血 因為這年 今屆的人腳 都是 有些高峰 有些高峰容易過 都幾容易過 坦白說 我覺得 原來後備有些球員 其實為什麼不用 古沙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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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古沙華 我不知道 米力克 那些 我們上次歐洲國家杯 讚得很厲害 這個 耶斯捷克 這個 我們歐洲國家杯 那時候見過 都打得很好 為什麼又不容 真是 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 今年的波瀾都相當 相當之失望 簡單來說 3比0 哥倫比亞 就得到 上一場輸 這場輸贏了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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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 手名是4分 手名是日本 和 翟利加爾 第二次的賽爾加爾 都是4分 哥倫比亞 就3分 是的 我們稍後也要講講 這組的形勢 也要講 因為 因為接下來 這幾天的賽事 就是分組賽的 最後一回合 很多賽事 我們都要講 所以我們繼續 加快 這個進度 接著 接著 到哪一場 接著 就星期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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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拉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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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A組 星期一 已經是星期一 夜晚的賽事 已經是第三輪的賽事 已經是最後一回合 同一組 同一時間打 沒錯 10點 A組 最後一回合 兩場賽事 一場 沙特阿拉伯對埃及 另一場 烏拉圭對俄羅斯 晚上3點 昨晚3點 10點 10點 糟了 已經忘記了時間 10點 10點 對 因為賽前 烏拉圭和俄羅斯 已經肯定出線 肯定 所以其實 只差首次名 根據走線 我記憶就是 A組第一 會對B組第二 是 B組第一 對A組第二 很明顯 但就是兩邊的 兩棵 即是上下線 分開兩邊 但因為 因為 頭一個 A組的賽事 到最後一回合 首先是打A組 所以 其實 可以走線的空間 其實都 不是太大 因為 看不到其他組的走向 基本上 所以 烏拉圭這場 不過3點 1-0贏了俄羅斯 浸容 烏拉圭打個4-3-1-2 後防留意 有一個左閘位球員 叫做拿薩特 17號仔 打得不錯 這個拿薩特 即是左閘球員 在左邊 都發揮到速度 助攻得挺多 17號的位 對 這個球員要看著 另外 中堅 高丁 古阿迪斯 卡薩利斯 右閘 中堂 托里拉 蘭迪斯 和維仙龍 上少少 是 崩達 古阿 前面 阿蘇 卡雲尼拉 對面 俄羅斯 羅門 阿堅菲耶夫 後防 古迪耶索夫 左閘 中堅 因拿斯 位置 右閘 詩莫尼 哥夫 中場 是蘇布 蘇布 蘇布 加辛斯基 左邊 是基里 舒夫 或之前也叫車利索夫 中間是米南卓克 右邊 是森美道夫 前面是豬巴 豬巴 小朋友 都要 我們見過 都要 在這種情況之下 依然為我們分析俄羅斯的機會 雖然我沒有聽 雖然我沒有聽 但是坦白說 烏拉圭平均計 都是高一些 都是高一些 長波 結果是3比0 3比0 射門 而且烏拉圭戰很多 16次射門 對面只有3次 踏一球就很快 踏一球很快 踏一球很快 阿蘇的罰球 鵝眉宇 一射 就進了 怎麼進了 要 讚反人牆 反人牆 就不知為何 那兩個烏拉圭球員做反人牆 就不知 跟俄羅斯球員拉拉扯扯之下 結果把俄羅斯球員一扯 結果露出這麼大的角度 就去實現 但是 那個龍門是有點問題 我覺得 是嗎 因為他好像縮了一點 去人牆那邊 那可能是 他真的賣了中間 賣了中間 賣了中間 當然不是企大小 他猜錯了 因為阿蘇射地球 他第一次猜是射高波 射回人牆那邊 不過反人牆 那些人扯來扯去都很奇怪 究竟是俄羅斯扯走 那些人的球員 只是烏拉圭球員 扯開俄羅斯球員 我也覺得不得而知 但那個似是 被俄羅斯的首位 推走了那兩個反人牆 那為什麼要推走他呢 真的不知 你推走了 就給他這麼大的角度 給他對面射門 我也扯爆頭 總之就是1比0 然後11分鐘 俄羅斯的攻勢 長傳進去 朱巴 又是頭鎚 在18馬左邊頭鎚 就是二傳 因為 朱巴拿球 也是那句 有個柱等 引開了兩個首位 頭鎚的二傳 被後上的基利舒夫 射過去 大腿龍門 這個是梅斯里拉 就出來了 20多分鐘 2比0 右邊角球 首位12馬中間 把球線後到20多馬 這個拿索特 拿索特 射過去 散中了標前的基利舒夫 結果改變方向 就入了 2比0 真是 好事就不多來 壞事就接種而來 這個俄羅斯 整個兩黃一紅 這個拿索治 又是 又在左邊一推 結果被後面這個 斯莫連戈夫 就掃掉了 兩黃一紅 結果出去了 輸兩球 打少過 也不用看了 之後都留一留守 都留一留守 但卡雲尼也有幾下 留守極多 當中懷疑 其實應該是有球12馬 卡雲尼 在禁區那裡 就被欣拿斯維治推跌了 應該就是我初步看 好像是12馬 但就沒有比 因為也沒有說VAR 沒有就沒有吹翻 沒有就沒有了 沒有就沒有了 結果就不要緊 都2比0 都贏了 最後3比0 角球高癲 投材7馬 龍門擋出來 沒多遠 卡雲尼撿雞 搞定 這個球高癲頂得好 剛剛有個助跑 助跑過去兩步 一旦跳上去 嘩 球頂得又厲害又實際 結果就3比0 烏拉圭將會對著B組的第二名 而這個羅羅斯就會對B組的第一名 所以呢 稍後就要講講B組的那方面 稍後就要講講B組的那方面 稍後就要講講B組 說到那場 無關痛癢的 無關痛癢的埃及 對這個呢 沙地阿拉伯 沙地阿拉伯 沙地就贏波2比1 就是這個埃及的龍門 埃哈達利 就破了索夫的紀錄 就是世界杯最大年紀的球員 是打世界杯的 這個45歲的龍門 厲害 45歲 老當 也不是叫老的 40多歲 還叫做壯年 是 真的 但是體能大 通常都是二十多到三十多 他真的年紀是第一節的 龍門無所謂 龍門那個走動相對少 雖然左右移動或者破球都需要很大的體能 但是相對外面的球員的體能需要相對會少些 消耗低些 但是那句三浦之略五十多歲都還在踢 當然 現在是世界杯的賽場 浸容不說了 簡單來說 因為無關痛癢 五歲都 開放一點 我們都沒有怎樣看 老實 沒有最後沒有看 不好意思 沙地阿拉伯看的數據很驚人 23次射門 對面只有7次 這場的沙拉是有出的 有入球 也有入球 其實有兩球 第一球入球就是他那球單刀 其實之後也還有一球單刀 只有一個射出界 沙地怎樣入球就 分別都是保時時間 一球45加5 法拉爾射入 另外就去到保時 第二次十二碼 其實已經是 因為之前還有一球十二碼 龍門 艾哈達尼 撲走 沒錯 有一球叫梅華 梅華 梅華 這個什麼 梅華拉特 有一個十二碼就射入 然後其後去到90加4 這個多沙里 90加4的時候 再射入一球 我們沒有看就沒有辦法 因為這球兩隊都已經出局 打場好好看 沙地阿拉伯 居然拿到第三名 又贏了 有分落袋 小猜不到 似乎這個沙拉 對於梅華拉特 也好 對於梅華拉特 是不是好呢 起碼多一點時間 給他康復 那倒是 擺明就是還沒康復 應該還沒康復 硬硬去第二場上陣 沒有辦法 好 快過 接著說了兩場B組比賽 兩場B組比賽 好多人害怕 都要講得多一點點 葡萄牙對伊朗 伊朗賽前3分 因為贏了摩洛哥 另外輸了給西班牙 這場對葡萄牙 因為拿著3分 理論上 數字上還有可能 有可能 理論上就贏了 贏了就差不多搞定了 但是葡萄牙就拿著4分 葡萄牙就 基本上打和都沒有問題 這場球是講葡萄牙陣容 陣容上也有些變化 後方基本上沒有變化 但是中場的變化都頗大 左邊是祖奧馬里奧 中場是威廉卡維盧 拍這個阿祖安斯華 阿祖安斯華 摩天盧沒有打 摩天盧只是後備 另外右邊是哥里斯瑪 前面是安德烈斯華 又打AC米蘭 拍著自尊 對面是艾沙蒙 那些 即是那些 借信曼天師休息 沒有打過 借信曼天師休息 沒有打過 借信曼天師休息 沒有打過 但是當中 例如早段 也有一球 左腹位的射門 比倫雲特 比倫雲特 伊朗的龍門 就截了 9分鐘 有一球 威廉卡維盧 30多馬 扯到禁區 後衛和龍門 有點誤會 結果後衛的球 把球踢了出來 去到俄未宇 祖奧馬里奧 一射就射了 空門 但是射高了 這場球 其實打得一般 伊朗六號球員 叫做伊沙杜拉希 因為這場球 扯到龍門 比倫雲特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出聲 其實應該是龍門 取得了 但伊沙杜拉希 照跳 照來過 零空剪刀 鍋理 誰知解圍了 禁區大獄 鵝鵝鵝鵝鵝位置 就被阿祖奧馬里奧 一射 射的空門 就高了 伊沙杜拉希 也有點魯莽 其實上半球 上半球 雙方攻勢不是太多 有些膠著 好像十二碼 上半球 上半球 到最後 十二碼 就是其後的事 到了45分鐘 進球 哥利斯瑪 又在右邊 跟阿祖奧斯華 做過1-2 然後阿祖奧斯華 給他 阿祖奧斯華 推到18碼 右扶位 用右腳 腳面扯上去 腳面扯上去 你知道 哥利斯瑪 你看哥利斯瑪 踢球 高難度才行 哥利斯瑪 他最喜歡 不知道是怎樣 是用腳面踢球 他可能用腳面踢球 更純熟 用掃把腳的 這個人 腳面一射 扯到很漂亮 就死角入望 扯到外彎 就是扯到遠處死角 這樣用右腳腳面射 很漂亮 正常 應該右腹 左腳內彎 扯到遠處 其實你見到 諾斌是左腳的 右邊級大位 就這樣射 對 但高難師馬 就右腳 射上去 射同一個弧度的球 對 人家左腳內彎 就這樣射過去 但他右腳 右腳腳面射過他 真的 都不知道 說他有什麼好 真的 是射得漂亮 不過就 唉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不是 他那個準誠度 都不是 只能夠說他用腳面 即是用這種腳面踢球的方式 準誠過 就這樣用掃把腳 這些是異能 我就說是異能 1比0 其後 去到下半場就有球 十二馬 這個C7 禁區給了伊沙杜拉希 又是這條人 又是這條人 後面從後一下就撞掉了 本來 球證當初就沒事的 其後VAR之後 結果就改判十二馬 事實我都覺得 這球球是應該十二馬 說真的 是應該十二馬 是真的這個伊沙杜拉希 後面做完 好像用腳一撞 撞倒了C7 誰知道 C7一蛇 自尊一蛇 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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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盃 平時打球會 善心 善心 打國家隊 有這個國家的榮耀 策定出線 他才來 才可以做到善事 這個球真的射得很差 對 沒有角度的中腰球 只要龍門捉到路 就有了 但是捉到路就救到 我意思是捉到路就救到 捉到路就救到 普實 還要普實 自尊就善心 善心 善心 再加上有佛心 你知不知道 自尊為了這次世界盃 去平日那些 那些餐單 真的嚇死你了 那些餐單 就是 專食素 他真的吃得很清淡 很清淡 即是吃點雞胸 吃點菜 吃點菜 吃很多沙律 就算他請人不吃東西 聽說要請艾夫娜去吃東西 艾夫娜來到 都是沙律 雞胸 他吃什麼 你吃什麼 艾夫娜 分甘同味 這是好事 艾夫娜後來都說 如果自尊請你去吃飯 你都不要想著 不要想著很開心 那頓飯都可能 可能要找雲吞麵 先拿肚子 不適合時辰 那別人要在這個比賽狀態 就要飲食要調節 不是啊 他經常吃在比賽狀態 那裡 一年365天都要做比賽狀態 那是休息那一兩天 很多比賽 大佬 平均 那不是怎麼保持 當然 第九個月踢球 中間那個暑假 有其他比賽 例如獎上壓 那類的比賽 有的嗎 有 有時都要做床上運動的比賽 有嗎 最近不是買化妝品嗎 還要做一些Walk Up 做一下Walk Up 做多一些 腳用得也要用一些腰 所以他身形 為何去到現在多少歲 32 32 32 33都還沒那麼健康 是 即是分分鐘這傢伙 打多兩個世界杯都做不可以嗎 真是 我不知道 今年33 明年37 還沒踢到 打41歲 還沒踢到 即是比米娜更厲害 你不要開玩笑 所以至尊就是至尊 人家的紀律 那個紀律 多厲害 那 那 1比0 其實長球很有威脅射門 不是太多 兩隊很老實 去到90加2 那球是伊朗的攻勢 右邊的全中 去到左腹位 那艾斯蒙就投罪 那想用投罪 誰知就被斯特利蘇瓦雷斯 用手就擋一擋 用手擋一擋 原本呢 原本又是說沒事的 但是後來呢 又是 伊朗就 說要VAR 應該是說VAR那邊呢 那邊呢 那邊的視像裁判 要看看 提議 因為通常你看到 球證的耳機 他要聽耳機的時候 你就知道是那邊 視像控制室那邊的球證 就給回一些資料 通常球證都會去看一看 要看一看 潘十二碼是合理的 我覺得是合理的 我看 看慢鏡的 可以不給 可比可比 比了就沒有 比了是可以 可以比 但是 有些 他也是一個 跳起的 擴張身體的動作 對 即是說 你的手要跳起 即是你要平衡 但是 問題就是 手真的伸出來 而改變了方向的關係 我覺得比十二碼是可以的 摸口飛的 可以的 因為這樣的關係 結果後來 這個 這個什麼球員 後來入體 安沙利法達 安沙利法達 射入十二碼 本來葡萄華 贏球是七分 首名 對俄羅斯 誰知現在這個球是這樣的 再加上對面西班牙 剛剛臨尾就二比二追回 結果葡萄華 只剩下五分 五分就反而搞了次名 次名 對A組首名 A組首名 烏拉歸 就惡打少少 惡打少少 所以這個就麻煩一點 總結 長波就 其實就長波 因為我自己 看精華而已 老實說 你長波看精華而已 工作的關係我看不到 很詳細的這個 這個 這個 分析就 不會太多 但是都叫做 一個轉換中的陣容 那就都 可以的 葡萄牙 因為其實基本上都 攻勢戰很多 不過說回來 最後伊朗 其實呢 去到一比一追回之後 林美還有球球 幾乎乱惹 因為伊朗贏了這場球 如果贏了這場球 是伊朗出線的 因為那個時候 的另一邊是 一比一緊 一比二緊 是的 西班牙還落後緊 其實呢 如果伊朗這球 九十加三這球 那個球 就長傳過去 艾斯蒙 又是 又在中間 頭序線後 這個高導師二十多米 在中間 就拿到那個球 大約俄眉月 一射射過去 就散到 散到守衛 然後去到左腹位 白馬 這個亞美利 這個十一號球 亞美利 就在左腹位 有機會 就有個射門 誰知就中了網側 如果這個球 好些 入左 入左 伊朗守命 嗯 七分的 差很遠 幾乎 幾乎 就偷到雞 幾乎 到時哪裏出局 西班牙 西班牙還是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就糟糕了 幾乎糟糕了 這組是有骨 伊朗 打得算是這樣 基本上防守做得不錯 簡單來說 但是 很遺憾 帶著雙牙 就差點了 這裏伊朗 其實如果擺了A組 都還要有駕港 A組 好 講完西班牙 不講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先講完西班牙那一場 好 西班牙我支持萬聯 萬聯冠軍 西班牙 萬聯 那我當然是皇馬 是不是 世界杯 誰能贏 世界杯 我支持美詩 這輩子都拿不到 你喜歡美詩 那我沒理由不支持自尊 是不是 自尊最後機會 混蛋 那我沒理由不支持 混蛋 最後混蛋 最後混蛋機會